这绝对是黑袍纠察队中 于欣慰最重的一劫 星光成为超级英雄的第一天 就遭遇了职场前规则 深海强行让他 吃了一斤新鲜出炉的鱼子酱 星光跑到厕所里露扑 梅芙女王只是递过来一张纸巾 让她把自己收拾干净 不要丢了欺人组的脸面 看来对这种事情她早已习以为常 在梅芙女王离开厕所时 突然对着空气骂了一句 原来是欺人组的透明人 她一直躲在女厕所里头盔 星光心目中对超级英雄的崇拜和敬仰 也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自十岁起 每日挥拳十万次 单车举手八小时 星光的身上承载了母亲太多的希望 当沃特公司打来面试电话的时候 两人都难以爱心中的喜悦 她像一个刚进城的乡下姑娘 沉醉于欢呼声和闪光灯下 来到传说中的欺人组办公室 星光的心中除了兴奋 还有拯救世界的责任 但深海开口便给她上了一课 她说除了老大祖国人 自己就是这里的二把手 要想不被赶出欺人组 星光就必须要先取悦自己 而初出茅庐的星光 只能含泪吃下鱼子酱 她想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母亲 但对方却一脸兴奋地说 女儿在成为超级英雄之后 极大的改善了家里的生活条件 星光听后也只能强忍心中的委屈 挂断了电话 坐在一堂的男人 看她表情沉重于是出世安慰 只是现在他们还不知道 彼此都是超级英雄的受害者 就在不久前 修衣的女友被鸡翅而过的超级英雄 火车头撞成了一团血沫 为了给女友报仇 她和屠夫合作 并成功利用高压电线 便用了七人组的透明人 俩人把她抬进后备箱 接着找到了屠夫曾经的搭档法兰奇 法兰奇是个职业杀手 擅长制作各种武器 但当法兰奇看到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竟然绑架了隐形人 她瞬间慌了身 掏出手枪就让她俩赶紧滚蛋 因为所有的超级英雄身上都有定位芯片 她可不想惹麻烦 可无耻的屠夫表示 法兰奇欲哭无泪 被逼无奈地上了贼船 黑袍纠察队也正式成立 随后 吉人将隐形人关在一个笼子里 为了阻挡隐形人体内的定位信号 秋一在天花板填满了遮蔽信号的铝箔纸 法兰奇则将笼子和高压电连接在一起 此时笼子里的隐形人也苏醒过来 隐形人见自己被关在狗笼里 直接破口大骂 结果刚一碰笼子 就是一阵火花袋闪电 隐形人也瞬间服软 接着几人开始商议 如何才能悄无神息地干掉隐形人 法兰奇说道 隐形人皮肤上的碳塑超影材料 就像钻石一样坚硬 几乎不可能被穿透 就算是用缺氧窒息也不行 之前所有想弄死他的人 都被隐形人反杀了 而留给他们的时间也只有六小时 如果被其他七人组发现 他们几个都得完蛋 事不宜迟 法兰奇通过一堆实验器材 研制出了一个超大的子弹 这个子弹的材质 和隐形人皮肤上的碳塑材料是一样的 可结果一枪下去 子弹在墙壁上来回弹射了几个回合 依旧无法穿透隐形人的身体 屠夫无奈地关上了房门 可他们没发现的是 刚才弹射的子弹 把遮蔽信号的铝箔直打出一个大洞 莫特集团也因此立刻知晓 隐形人就在泽西市 但受信号干扰还无法锁定具体位置 很快 搜查队就开始搜查泽西市的大街小巷 时间紧迫 屠夫尝试用超大号电钻 可结果依旧是无功而返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电视里的大乌龟瞬间给法兰奇带来了灵感 他抄起电击棒再次把隐形人电运 原来法兰奇意识到 隐形人跟乌龟一样拥有坚固的外壳 但他的内脏器官却跟普通人一样脆弱 所以只要从内部入手 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摧毁 但如果让它吞掉炸弹 可能会被它吐出来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得知自己被装了菊花炸弹 隐形人瞬间怂了 为了活命 他立马出卖了队友火车头 并说他有个女友叫魔招米 秋衣女友出事当天 火车头就是去找了魔招米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屠夫正想要引爆炸弹干掉隐形人 可突然一个黑影阵急速向他们靠近 而来人正是战利天花板的祖国人